我們要繼續講有關禪定的障礙 現在就是要針對禪修當中論點所討論到的各種障礙 那這些障礙根據佛應尊者他所證述的清定道論 他提出了也就是說他根據過去的祖師大德 過去的這個從國土的時代比丘們修行 在經典當中所記錄到的以及他自己個人的一個體驗 那他柔和了巴黎的經障透過巴黎的這些比丘們的一個紀錄裡面 實際上的一個體驗到五世紀的時候呢 他撰寫了清淨道論那他柔和了當時候所有可能的一個障礙 第1個障礙就是住所 第2個障礙就是家 第3是利養 第4眾大眾 第5夜 第6旅行 第7 親戚 第8病 第9 讀書 第10神便 那為什麼說這個住所 那根據這個清淨道論的所提出來的10種障礙當中 第1個住所 住所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當然需要在博士的時候呢 比丘們是沒有住的地方 也沒有所謂的家 就是出家了嘛 那他們都在森林裡面 在山崖 在水邊 在盒墓 總間 在一個空曠樹屋 根據大念促經的一個記載 佛陀的一個指示 所以 比丘們一定要選擇一個空曠的住所 一定要選擇 在樹下 甚至呢 在樹下呢 也不可以 超過3天 不可以說我喜歡這個地方 那我就一直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就是避免 佛陀希望破 比丘們的執著 那可是時間到了五世紀的時候 陸陸續續 從原始初期佛教一直到 呼派佛教 一直到五世紀的時候 我想各種的修行環境 還有 禪師的一個指導 老師們的一個指導 環境的一個轉變 一定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從 在樹下 在總間 在山崖水邊 大自然的 在森林裡面 空空的環境當中 在很偏僻的一個 那個 精涉 所謂的難弱精涉 要遠離 群聚 遠離聚落 的一個地方 來殘修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才不會 你所修的這個所緣 才不會被這些所障礙到 那在清淨道路 這裡就提到說 住所跟家 對於修行來講 一定很重要 我想很多人 尤其是現代的人 喜歡把環境弄得很優雅 很優雅 很舒服 那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建築 布置 然後要很多的整理 因為囤積了很多的物品 然後要花很多的時間去 在這個上面要去整理 那這個就是修行 一定會造成修行上的一個障礙 再來就是說 每天要去忙著度化眾生 然後比如說像要上課 獎金說法 非常忙忙碌碌 辦法會等等這一些 或者是說 對於信徒的一個利養供養 就貪著了 那這樣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會障礙到你 障礙到這個殘修 所以呢 在眾人 或者是說 喜歡當別人的老師 諾里巴斯說的 要去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別人 然後很多的提醒 這一切都是為你好等等的 那忙著蓋道場 這都是一種同法的事業 那當然呢 用功的時間就會縮短 那不能安住在一個地方 好好的休息 然後希望到處的旅行 到市場去逛街 或者是到這個國家 那個國家 有山聞水等等的穿梭 喜歡穿梭在大街小巷逛街 等等的看看人 與人聚會放鬆 然後這樣子都會造成 就是沒有辦法專心安住 那再來就是說 親戚很多 來來往往昏傷喜慶 忙於應付 生病了 大家一定有體驗 每個人都會生病 從小感冒到得了什麼樣的病 心臟病 心臟病 悲癒病 像現在的新冠狀病毒等等的 這些病毒 一旦生病了 呼吸就困難了 都什麼都不用講 那所以說 身體也會影響到心情 那怎麼樣子來休息 因此身體也是自己的一個本錢 所以再來呢 喜歡讀書 喜歡閱讀 窮精萬論 然後埋守在書卷當中 這樣子呢 也是容易讓你的這個巡視過於搶 那心就不容易在專注一個地方 專注於靜 然後另外就是神變 神通呢 喜歡神通的人 也會障礙到解脫 不是說神變神通不好 而是當然自由解脫 這件事情當然是更好的 所以這個是親近道路呢 所提供出來的 那個當代的時候 他所警覺到的眾生的 比丘門修行 所可能遇到的障礙 這十種障礙 那當然我覺得 以我們當代這一些 這些也都非常適用到我們 21世紀的這一個當代 那我覺得在我們這個當代的一個障礙 那就更加多了 我常常覺得現在呢 就是各種的 物質環境的一個誘惑 那這個也是水利養的部分 然後選擇一個簡單的環境 空間來靜坐 我覺得或者是修行 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們怎麼樣子能夠 也能夠在眾人當中 因為我們不可能離開了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們又能夠 擁有自己獨處的時間 我覺得這一些呢 都是每一個人在適應自己的 每個人的應援條件不一樣 那你怎麼樣子來避免 你修行上的一個障礙呢 這個都是要去思考的 那再來就是 於且師弟論呢 也提供了總共有六種的障礙 然後他也提到了要成就三摩地的 八種的這個斷型 你看看 好第一個呢是懈怠 懈怠呢當然就 懈怠就是不努力啊難度啊 你就很難提起心力來用功 那第二個呢是思念 我們都說一定要保持正念 所以一旦沒有保持正念 就是你失去了念頭 失去了什麼念頭 失去了所緣記 如果你現在正在觀察呼吸 知道呼吸的長 知道呼吸的短 知道呼吸從鼻孔進入 知道呼吸的吸那一口氣的前段中段 一直到呼吸的全身 在大念觸經裡面 安波念 這個身隨念的第一個修行方法裡面呢 就寫得很清楚 知道呼吸的一個溫度等等 冷的或暖的 那如果不知道 不能覺知 不能正知的配合 那麼就叫思念 思念就會 就是所謂的忘念 你就會忘記自己修行的一個所緣記 好 那第三個就是心下層 那就是其實就是所謂的昏層 那麼心層下呢 它涵蓋的一個範圍當然非常的廣 然後昏層呢 我們待會再來 就阿比達姆的一個理論怎麼解釋 那麼釣舉 再來就是釣舉 釣舉呢 什麼叫釣舉 一個心是往下沉 釣舉是指心是散亂的 心是不平靜的 它是上揚的 心是非常興奮的 就好比說 水 我們丟了 丟水漂 我們丟一個石頭 那這個水呢 就會產生了漣漪 晃蕩的一個漣漪 這個就是釣舉 釣舉的靜音呢 就是散亂的心 然後起不如理作意 所以散亂呢 是釣舉的一個過程 再來 有功用行 有功用行呢 就是說 作意給心 給心的一個方向 我們需要作意呢 才能專注在對象上面 那麼我們的心呢 其實常常都像 馬在奔跑奔驰快速的馬一樣 我們的心 所以大家看到馬在 快速在跑奔驰的那個 那個樣狀呢 我們的心就好比這樣 那作意就是說 我們能夠去拉住 馬的能夠去浴馬 浴馬術能夠去控制這個馬的 拉住他的僵繩 那這個就是作意 有功用行 就是說 用過度的一個努力 那專注在對象上面 心 反而 沒有辦法 穩定 所以太過用功 太緊 心太緊 也是不對的 那這樣子呢 心就不能夠穩定 平衡 當然也是屬於修訂上的一個障礙 那另外剛好跟他相反 叫做 無功用行 就是 不夠用力 一個是太緊 那這一個是太鬆 你的力道不夠 力道不夠的時候呢 這個作意呢 就沒有辦法在你修行的這一個 所遠近 這個所謂的對象 那當然就容易 失去的 正念 所以這個就是在 一切四地論殺所提到的這 六個 修行的障礙 第一個叫障礙 懈怠 第二個叫思念 第三個叫心 先陳下 第四個是 調局 心善亂 心不平靜 再來 用功 有功用行 用功過度太緊 無功用行 不夠用力 作意於對象 還有 還有 在南傳佛教 很多的書裡面呢 也提到了 整理出六個障礙 那六個障礙 第一個叫 心 圓 未來 你的心呢 放在 當下 沒有放在當下 而放在 之後 放在這個當下的以後 在擔心 還沒有發生的 下一刻 或者是 更遠的 更遠的 一個不可知的 未來 心放在那個上面 然後 第二個呢 要不然就是放在過去 你心呢 都沒有在當下 然後 放到 之前的 所用的一個 所用的一個 所原鏡 或之前 的一個 對鏡 那個叫 對象 心就跑到那個過去了 再來 調局 就是 心太過緊張 心太過緊張了 現在我要 慘休 然後 心就緊張起來 一緊張 你要好好把念頭 保持正念 把念頭抓住 抓住 然後就調局不安 這時候也是會不安 再來 好啦 坐下來 坐久了以後 呼吸久了之後呢 忘記自己的所原鏡 就是剛才講的 失念 那麼這時候呢 心就鬆弛了 也容易 就開始 昏沉 第五呢 心有欲望 你心裡面有一些貪念 或者有一些執著 你執著的時候呢 在想著一件事情 想著剛剛發生的事情 然後執著 或者執著在某一個物件上面 那這個時候呢 這一個慾望 這個執著呢 將會干擾 修行 再來呢 心裡面有沉 你在想剛剛什麼人講了一句話 什麼人的一個臉色 然後放在心上 耿耿於緩 那當然呢 也是不容易接受 當下 不容易接受當下的一個 要修的一個所原鏡的這個障礙喔 所以 我們再 複習一下 就是 剛才 先講到 清淨道論的十種障礙 然後再講到 與其師弟論 清淨道論的十種障礙裡面呢 就是 所謂的 住所 家 利養 仲 還有業 還有旅行 親戚 並 讀書 神辨 那麼 在 於其師弟論提出的就是 濃縮成六種 懈怠 失念 昏塵 還有 吊舉 還有 部分的用功 太緊 那麼 就沒有辦法 就 坐意太用功 那再來是 無功用行 太 太鬆 用力不夠 然後 南傳佛教 南傳佛教 在整理所有的 晨修的經典 住室書裡面 就寫到了 六種障礙 心 跑到未來 心跑到不去 心太緊 心太鬆 心有欲望 心有撐 那這個也是 修訂上的一個障礙 不知道 我們 講到這個上面 這麼多的一個修訂的障礙 我相信每一個人在修行過程當中 都有自己的一個體驗 那不知道 大家的一個感覺到 大家經驗上的一個障礙 到底是什麼呢 好 那 我們大家很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做分享 來做分享 來做分享 然後提供 提供修行上的一個經驗之談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畫面呢 先結束 好像這道滑鼠不容易 好 好 剛剛又出了一點狀況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就講到這一段 好